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禅 另一个是二德太阳 好 请记得帮助赞订阅我们这段视频 以及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昨天 10月4日早上时 一个十七岁少年去了金钟政府总部对开的行人天桥 涉嫌用生果刀击击政府总部的保安员 而其中有两个伤者 一个扭了脚 另一个手被戒伤 马上这个消息一传出 看到连登仔、黄尸、黄友的反应非常高兴 就是他们将对政府的仇恨投射到这个人 就认为这个人好像当这班人出了口气一样 或者看到社会有些不稳定或超乎常理的行为 那个目标是针对与政府有关的人员 说你是保安甚至特首也好 都觉得是要欢呼拍掌 马上就当正他是手足来称呼 真是相当之刺善 我们也做了一节突发 昨天也说的 不要这么快去说 究竟是否叫做孤狼 之后我们见到更多的案情曝光 话说警方所知 被捕的少年原来他患有自闭症 之前来说也没有涉及任何的暴力或其他刑事案件 也不是什么职犯 也并非过往来说是蓬空极恶的 初步调查所知他是单独犯案的 也没有什么证据 显示他这一次的 集击是涉及任何的政治动机 或者真是想去针对一些政府机构 还见到一些媒体报道 就说他背囊里好像是有一张工联会的单张 还是这样的 马上有些年灯仔还会在做一个很搞笑的假设 如果发现他背囊里面有光时的单张又如何呢 事实上有没有呢 这个假设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就算发现也有如何 对不对 他们马上又会再吐落他们的理念不死 他们这些抗争勇者 或者烈士 义士 什么都好 又是想起这些东西 或者给他们的人可以再吃人血馒头 什么什么 经济不好 社会环境不好 搞夜纷纷都没有帮助 所以仍然有这些抗争者 会继续作出这些明知是牺牲的抗议 他们的逻辑或者他们的玩法 通常都是这样的 而这次这件事 显示到是不涉及任何政治动机 所以整班人就立刻收声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也看到不同的相片 可以出来了 当时整群人 去按住17岁少年的照片 也有 话说其中里面有一个 就是东区前区议员 现在现任工联会的社区主任 他是姓何的 他说整件事发生得很快 大概是一两分钟内的事 他也有份一起夹着这个年轻 夹着他的肚腩 也认定了 这位何生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呢 就说他昨天早上公联会 约了劳福局正总开会 想着跟几个同事 就在天桥位集合 期间也看到背囊的少年疑犯 他就从海库天桥那边走过来 他说他留意到他 也有点怪怪的了 看他又跑又跳 那么有趣 是什么事呢 他很开心啊 还是很慌张呢 所以一般人看到一个人 这样的走路姿势 马上都会多看他一会儿 再看看他 会不会像台阳那样 究竟他是有什么事呢 开心 还是警方 当他再留意一下的时候 见到他手上 是打起了一件事 压密 根据何生的形容 他说初头 就以为他是走过来问路 殊不知 就见到他 突然就 在保安里面 即使他 没有跟那些保安有什么争执 如果问问路 或者跟他谈两句 今天天气好嘛 然后你又不回答他 然后他才发烂 就是一件事 即是他看到保安 刺激到他 要他一下子戒了下去 话说即时保安 就一个如来神掌 大海无粮 就把他推开 推开他之后 还没够 原来他还继续想走上前 幸好 说时迟那时快 身边的人 就立刻喝着他 喝一喝 也有帮助 话说这个年轻 有几秒 都好像不知想怎样 四围望 四围望 看他转身 又说想走到保安那里 还说他没多久 就把刀 放在自己的脖子 可想而知 他当时并非是只想伤人这么简单 甚至做出一些行为 对他自己也有伤害 一般人不会的 在这件事上 我一开始估计 认为他可能有病也未定 现在的调查结果是否涉及了病情 已经看到了 也说他有自闭症 似乎还有其他不同的精神病方面的问题 我想要有待他今天 即是10月5日上庭的时候 接下来在案件 可以知道他更多 究竟他的背景是怎样 幸好这位何生 就慢慢走到他的后面 因为见他放了一把衣服在脖子上 一会随时他自己撞下去 从后将他撞紧 再叫其他的保安 甚至乎徒人 齐齐帮忙 话说 他真的把这把衣服 也算是立得很实 要硬地把这把衣服拿开 丢了去一二边 所以为什么那把衣服掉在地上 会掉在那个位置 原来是一件这样的故事 我们看媒体可能只看到照片 看到背囊 看到那把水果刀 以及看到水瓶 但是之前发生过什么 可能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估计 如果现在有当事人 去现身说法 我们才知道更多是怎样 也再把他的背囊 脱下 所以说那个过程是相当惊心动魄 那很有趣 他们看到那个情况控制到了 搞定了 同事就是工联会 就继续去正总开会 为什么不等警方来 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忙 落后宫才走 还是之后才去补飞 从这宗案里面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这个年轻 会带把东西呢 所以都引起了 社会 又会再想 现在是不是 随便 有些人 在街上走 他又有什么事 也好 为什么 又会带一些水果刀 也好 戒刀也好 或者其他不同的武器 如果有一些 是不是精神有错乱的人 自闭也好 或者其他精神病患者也好 那他们会不会又是这些社会隐患 又会叫他出来呢 大家都明白了 较早前就有荷里活广场事件 而今次这一宗 也有些媒体报导 说这个十七岁少年 他爸爸 也是跟保安方面的工作有关的 甚至说他们有什么争执 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令到而这个少年 会不会刺激到他 那些精神上的错乱 就看到保安的工作人员 就联想到 跟他爸爸的艾薩 仇恨了其他的保安员 所以有这样的冲动 刚才也说了 这位工联会的何生 都说看到他 一下子就走过来 保安员那里 就已经是势下去了 哇 那还得了呢? 也是我怕的 最惨的是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已经在今年以来 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上次那件荷里活的案 是非常严重的 这次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就没有造成很可怕的伤害 但是这些如果是精神病有问题的人 会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隐患呢? 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作 那不是说要歧视那些有精神病的人 而是当病发的时候 情况是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甚至乎连他自己也没有想着要这样做的 在街上如果万一大家遇到 类似这样的情况 应该要怎么去应对呢? 所以唯一的办法 要自己小心 如果有些什么人 突然间走近你 真的要提高警觉 或者要留意一下 那些人的神态 或者怎么样 刚才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件事 离远看到的时候 又跳又走又跳又走 都不知道干什么 可能真的要多加留意 你说好像荷里活讲长一件事 我们真是回想去那些片段 那件事真的叫做多难防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万一大家离市 这件事就不是在 正种天桥这个位置 而发生在夜纷纷 大家在买 20元4粒烧买的时候 就发生这些 那就大件事了 当然 这些情况大家不想见到 你说 都是个别事件 但是 如果三个不连 何时又有这些个别事件出现 其实是不能够 不了解 或者不理会 再者 我们有时候见到 好像这一类型的事件 荷里活那件事也好 好像我们昨天说起 泰国曼谷商场那一宗 我都明白 你说医疗方面 负荷会大了 那怎样增加人手 或者怎样改善 这些真的要想一想 没错 不过怎样都好 你说你还笑 有没有搞错 霸哈哈 一开始 其实是想笑 只要那一帮人的无资 不好 一开始 这么快 就将他们 赶上手足 抗争者 还是怎样 他们是特意的 我认为是 走一些 令人不安的事件 来到 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他们自己现实中 什么都不敢做 只是懂得在电脑背后 向这些不好的事 来到拍手掌 其实是一群懦夫 这群懦夫 他们是想借着这些 去挑动他们的 可以叫做对家 或者跟他们政治对立的人的反应 就会马上狂骂这个年轻 一定是 或者是一口咬定 他们是什么抗争者 因为他看到你们 每个都去赚他 那就先赚他 你们赚他 可能也是好东西 你们觉得 黄友那些觉得他是好东西 就变成了社会 又可以挑起那种情绪 叫做增压 没有人跟他们咬一下 他们又不够害怕 这样对于社会来说 是没有意思的 希望这位17岁大专生的家人 看看他这些情况 甚至乎有类似的情况 的年轻人的家人 也留意多加关心 好吗 对了 好 好 那这次是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